马军自得衡三国时期为国人 他是中国古代西千年的历史当中不多见的机械制造家 人们称他为天下之名乔 马军出生在一个贫穷的乡下家庭 再加上他自幼就有口吃的毛病 所以他平常很少开口说话 只是安静地思考和动手做事 长大以后马军当了博士 但是他的生活条件并未因此得到改善长期的乡间生活 让马军接触到了各种生产工具 他建访制工人用当时的支灵机制造80 对时有这厉害效率低下 便想动手改造他旧式的支灵机 无时终究用50个孽 60终究用60个孽 马军改造之后全都改成12个孽 马军的新式支灵机能支出古杂精美的花纹 效率比原来提高了四五倍 大大缩短了制造一体花灵的时间 他大大加快了中国古代私职工业的发展速度 并为中国家庭手工业之普及奠定了基础 此后马军在朝中担任给市中官职 又一次为名帝曹瑞正在傻早朝 马军就和齐朗高唐龙争乐指南车 齐朗认为古籍上记载的指南车是假的 而马军却认为指南车真实存在过 这不过现如今丢失了他的制作方法而已 东汉张衡不就做出指南车了吗 双方就这一问题在朝堂上大声争执 最后还是卫明帝出面调和 卫明帝对马军说 既然你说指南车是存在的 那你就把它做出来 就这样 马军更只是做指南车 马军在没有资料 没有原型的基础上 最后真的做出了指南车 他做出来的指南车在这 常常给士兵们指引方向 作用巨大 马军 马军住在京城的时候 京城里有空地是专门种菜的 马军是乡民出身 当即便想在这里种菜 无奈这地方四周都没有水用来浇灌农田 马军见此立刻回去 制造了翻车 小孩子就可以轻易转动他 逼老师翻车 更新快省力 有一次有人向卫明帝 进献了一批造型精美的木偶摆系 卫明帝认为他们好看是好看 就是可惜全都不能动 卫明帝问马军 你能让他们动起来吗 马军回答 能 然后他就创造了水转摆系 以水为动力 推动轮子 带助这些木偶动起来 除了这些民用的东西 马军还制造了军事工具 比如改造诸可量发明的连弩 以及发石车 经他改造以后 连弩的威力提高了5倍 而发石车亦是如此 估计记载原文 军见诸可量连弩 曰 巧则巧语 未尽善也 严作之可令加5倍 又换发石车 和红书班 莫比 广尔 张鹏等人比起来 马军技术的巧妙思 豪博迅乌他们 不过 优乌被别人排挤 加上口才比较 差不懂为自己争辩 没被重要 符文资料 整理自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